一旦踏入了讀醫這條路 你就會失去自己的人生 並且每個畢業之後都一定要讀專科 總有一些聲音會說讀什麼就好讀書 做那麼多其他事情做什麼 會怎麼應對 從來都沒聽過這樣的聲音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el 一直以來 偶爾都會拍一些E4新的一天 跟大家分享一下E4新的生活到底是怎樣 今天就想拍個E4新Q&A 去解答一下大家對於E4 或者E4新生活相關的問題 到底我們有沒有day off 就業的路線是怎樣 租和non租的相處又是怎樣 首先第一條問題 有沒有想過career path是怎樣 供還是C 如果C 去診所還是大型私家醫院 一開波就是這麼有深度的問題 首先我的當前任務是復了業 所以一個很具體很specific的career path 現在這一刻都還沒有 不過一個rough的idea大概有 Plan A現在都是想讀專科 第一次願是精神科 所以要專科訓練的話 畢業過Houseman 都一定要留在public那裡訓練 所以像SciKai一樣要訓練7年的話 即是我grad了起碼7至8年的時間 都一定會在public 至於訓練完專科之後 會繼續留在public還是出private呢 這個真的到時才知道 身邊也有一些認識的精神科醫生 有些出了private 有自己的clinic 有些是繼續留在public 會做一些academic的事情 即是做一些research 查一下paper 我感覺上其實兩邊都有各自辛苦的位置 以及要去思考的事情 所以也沒有說其實哪邊一定會舒服一點 結論是考好畢業史 那將來的發展呢 大家繼續看我的channel 留意著啦 好了 去到第二個問題 除了精神科 第二個有興趣的科是甚麼 喜歡哪個specialty 其實我暫時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second choice 之前Rosei Kai的時候 也有精神科醫生問過我 我的第二強和第三強是甚麼 我當時答的就是 SciKai SciKai 和SciKai 如果真的要說除了SciKai之外 有想過的科 大概會是內科 即是Medicine那邊 subspecialty來說 就會比較傾向Dermat皮膚科多一點 但是其實呢 並不是每個畢業之後 都一定要讀專科的 之前也有聽醫生說過 有些人畢業之後 可能會去醫療集團做全科醫生 做了全科醫生之後 也可以讀Diploma 讀皮膚科的Diploma也可以 精神科的Diploma也可以 所以出路也可以再度再選 而剛剛說的這些options 我都不是完全沒想過 不過 現在仍然在做年6月的第二歲 所以未來的事就到時事件再想了 Next 是不是所有時間都要貢獻 被溫書沒有了私人時間 拍拖都沒有時間 會不會多東西讀到沒有 Live星期六日有沒有都放鬆 我會說不是 大家有看醫科情侶亞系列 又或者有留意我IG的話 應該都會發覺 我和我男朋友的相處時間 其實都很多 我們見面都密的 還有現在都去到年6月 雖然剛剛開始了 不過so far 我還可以堅固到我的興趣 和讀書方面 所以我又未至於覺得 一旦踏入了讀醫這條路 你就會失去自己的人生 不過當然去到一些非常時期 都真的會有一些短暫的trade off 最簡單來說 好像考試月份一樣 我要去prioritize 採進溫書的話 都真的小不免會 暫時要犧牲一下自己的其他興趣 但反過來來說 就算我不是讀醫 我讀其他科 去到考試月份 我也一樣會為了要 prioritize 溫書 所以暫時犧牲一下自己的興趣 不過讀什麼本身 都真的很需要努力 要讀的量就不在話下 更多的是要去review 要去鞏固自己曾經學過的東西 而這個鞏固的過程 是很需要時間的 所以在讀什麼這六年入面 就是不停去學習 如何在忙碌的讀書正經之下 都可以平衡到有自己的興趣 發展其他自己想做的東西 最近這一點也真的感受比較特別深刻 就發覺 其實不單是讀書需要這個能力 將來出來社會做事 無論是什麼工作也好 其實平衡到工作和生活 才是最健康的狀態 不過還是那句 這是最理想的追求 不是說一句就可以立刻做到 我也是不停在這個過程中學習 所以就跟大家互面 下一題是比較輕鬆的 通常中午在醫學院吃什麼 以及在哪裡吃 對 看到這個問題我才發覺 好像從來都沒有拍過Vlog 是全天都在醫學院上課給大家看 看看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就拍一下吧 如果全天上下週都在MAD Campus上課 就可能會上七樓吃 又或者坐車出去 吃完之後再坐車回來 最後不是就叫賣 通常都是叫賣比較多的 所以不是那麼健康 吃的地方就多數是 Seminar Room Tutorial Room 或者Learning Common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放午餐 不停在MAD Campus上游檔 找一間可以吃飯的房間 下一題 是不是真的會ABC玩一堆 不同香港中學的一堆 答案就不是的 我想大家ABC的意思就是指一些 外國讀完中學 然後回來讀MAD的同學 其實現實中 大家都真的不會這樣分 你可能會大概知道 哪些同學是Ju的 哪些同學是Nanju 但實際相處上 真的從來都沒見過 你Ju的 或者你Nanju的 所以就不跟你做朋友 從來都沒見過 所以想讀MAD的觀眾 這一點是絕對不是你要擔心的東西 MAD有很多人 一班可以有三百個 所以有這麼多人 一定可以認識一些跟你合得來的朋友 到最後一條題目 總有一些聲音會說 讀什麼就好好讀書 做那麼多其他事情做什麼 會怎麼應對 這條題目也問得挺有心 果然可以觀眾 這個問題 其實也想了一會兒 跟不大家分享好 就不是因為有什麼秘密 或者有什麼不法經歷 所以不能說 純粹在這個問題上 我想盡量清楚 無論我表達得多清楚 也好 要誤會的人 總會找到一些東西 去誤解我的意思 我控制不了個別人的想法 所以最後也覺得不怕分享一下 好老實說 我從第一天拍Youtube 開始到現在這一刻 是從來都沒聽過這樣的聲音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我身邊的人 全部都很支持 很支持我 理解我 所以你問我會怎麼應對呢 其實現在都未出現這樣的情況 需要應對 但是想借這個機會去表達的是 我讀MED以來 遇到的每一位都是十分優秀 有很多人是讀書以外 其實有他的一級之長 又或者一些特別的個人興趣 像我一樣 其實我都會跳舞 只不過我另一個興趣 是剛好會牽涉到一些社交媒體的東西 所以用得興趣這個詞 大家都會明白我的優勢是怎樣 所以現在還在讀書的這一刻 我是要對自己負責任 但其實眨眼幾個月之後 我要負責的對象就是每一個我接觸的patients 而這個信念永遠都會在所有興趣之上 所以呼應前幾條問題 Work-Life-Balance是重要的 是一個健康的生活模式 但是不代表當中不可以有一個優勢存在 而當我自己是清楚我在做什麼 清楚我應該要怎樣的時候 就不需要由別人去告訴我 所以so far都真的 沒聽過這樣的聲音或者批評 所以很感恩身邊的人 還有我的每一位觀眾粉絲 是理解我之餘 也都信任我 最後啦 會不會後悔讀什麼 不後悔 即是在過去這五年多的時間裡面 這麼長的時間 你說完全沒有動搖過 或者沒有質疑過 就絕對不可能 尤其是讀到一些自己可能沒什麼興趣 或者不是這麼fight的 topic的時候 所以去到這些時候 我就會想 有沒有一個原因是可以強大到 the single reason alone 足以推動我去捱過這些這麼辛苦的時間 每當我這麼想 我就發覺 嗯 其實由我選讀medic的那一刻開始 已經知道自己是對精神科這方面有興趣 所以當我想到 只要我堅持多一會兒 我就可以做到我這麼多年 都這麼有興趣 這麼想做的事情的時候 就好像辛苦多一點也不要緊 繼續走下去 看看會怎樣 所以老套一點說 就應該是別人口中的錯綜 所以看影片的觀眾 如果現在這一刻 你也有些事情在 struggle 不知道怎樣的話 就想一下 有沒有最初什麼原因 是推動你做這個選擇的 那如果這個原因是強大到 足以令你明知辛苦 都繼續走下去的話 那就捉緊這個錯綜 記住它 希望我這個小小的想法 可以幫到大家 好了 那今天都回應了不少問題了 那老規矩 回應不完的 就在IG story那裡 我就盡量去回覆它 那本來 本來希望大家 可能會多一些 factual一點的事情 關於醫科或醫科生的生活 去問我 但最後 大家好像對我 作為醫科生 這件事 比較多好奇的事情 那就 多謝大家對我 有好奇的地方 希望今天的分享 都可以讓大家知道 多一點 關於醫科生的生活 是怎樣 一個醫科生 會遇到什麼 struggle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 開個鐘 留言給我 追蹤我的IG 遲些會多點IG Reels 那我們就 下條片再見 拜拜 好了 這個花絮是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 衣服不同了呢 原因就是 我那天 穿藍色的衣服 拍的那一天 我就忘記了 在上一條片 還是上上一條片呢 有觀眾留言問為什麼 只要半年 對 我就忘記了把這個留言 包括在Q&A的問題上 所以我就沒有回應到 所以 剛剛就拍完另一段影片 對 所以 就以一個新的形象 就在花絮這裡解釋一下 對 介紹一下 給大家知道 其實就純粹在HKU 和BBS的文字 有些不同 年4 全年 年5 就半年 那就是 醫療 醫療 和 複製 所以 其實都是分分Blog A B C 和之前大家看到 我那些年4的 醫科生的一天的Vlog 介紹過 其實都是分有三個Blog 不過就 濃縮了變了半年 那就是 沒有那個年底的 就是沒有Cemative exam 對 所以7月份開始 年5 然後12月中 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1月底就開始 年6 然後就 到下年的這個時候 那我就考畢業試了 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原因 簡單點來講就是 純粹我們學校的sillabus 是這樣plan 對 就是這樣 那就 幸好記得回應 各位觀眾的問題 好啦 拜拜